要说演过叶问的明星为数不少 但最深人心的就当手带着一身真功夫的真子丹了 由真子丹主演的电影 叶问且两部都是口碑票房双逢收 但第三部却遭遇难产 日前就有消息传出 叶问三迟迟不能开拍 既是因为电影公司老板黄百明晚起内定 欲让儿子黄子环接替叶伟新担任导演 可这片中大排云集出出茅庐的黄子环 自然是压不住阵脚 电影开拍也就一拖再拖 6月27日现身代言活动的黄百明就坦言 让儿子当导演是欺有其事 只是开口的人却不是自己 叶伟新导演你打这个过来 其实这个要我儿子子凡当导演 就是叶伟新的意思 因为他觉得现在应该可以 多给一些机会给一些年轻人当导演 让他们有机会叶伟新就当监制让他当导演 那么后来呢我们也跟几单商量 但是几单就觉得不大好 还是叶伟新导演不是好一点 曾子丹一句话就阻碍了儿子的光明前途 难怪他与黄百明的决裂传闻最近也是愈演愈烈 更有人爆料黄百明为重伤曾子丹放出他十字大开口 要价半个亿 导致叶问三难以问世的说法 对此黄百明的一口否认 例证自己与真子丹的友情情绪一起考验 不会的 我绝对不相信这些邀请 我跟子丹合作了这么多年 从七千农府门到一问 还有什么最长时事 我们合作了好多年 合作了好多影片 都非常愉快 而且整个成绩也非常好 所以我不相信 其他没所谓这么决裂 我绝对不会相信 我还是希望明年 我们叶问圆班人马 拍好叶问三 可以这么晚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没有 而对儿子黄子环 错失一纸成名的两机 黄百明也毫不在意 不知黄子环是爱情至上 还是不愿当出头鸟呢 总之无论是真子丹耍大牌 还是叶维心没空拍 叶问三和粉丝见面 都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 但是我儿子也不答应 因为他今年要筹备分离 所以他也没有时间去当导演 所以后来我们还是决定 叶问三明年才拍 明年当大家都有档极 我还是希望 圆班圆满来拍叶问三 给你打算 感谢观看